大家好,歡迎收看五間總結,我是Vicca Winkman 這次有Samuel做嘉賓,Samuel你好 我是Vicca 先跟Samuel說說市 因為早上,看到港股穿過20000點 之後A股倒升,港股跌幅收窄 暫時跌40多點 恆之又升上21000點的水平 內地似乎一個個政府補貼的消息出台 繼汽車補貼之後,最新又有一些電器補貼消息 還有國內行班虧損補貼的消息出來 接下來會否預視一個個板塊的消息打舊 港股也有網翻身 應該都要 近期金融機構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 或者全球的經濟增長 都算是有個下調度 所以大家基本上預計 今年中國自己全年的GDP growth 大概是3-3.5%左右 其實比起第一季來說 應該都算是有個很明顯的縮減 所以就需要小心點 現在這段時間 看到零售銷售的數據 都仍是保持著弱 亦都很難 真是很彈得起 所以你說零售的板塊 過去這一個星期 例如體育股一樣 星期一開始一直跌下來 今天星期四 都仍未止跌到 所以有部份反映著 內地一些封城的措施 一來影響到生產的供應鏈 或者那條生產線 另一方面就是消費氣氛 都很明顯在轉弱 所以就變成現在暫時 一出這些小小的消息 都可以幫一幫零售的板塊 或者電子設備可以打一下 但是你看到今天的表現上 其實都未必全部升得起 就像你說小米 或者你說家電類的股份 叫做可以出到倒升的情況 但是你說歲星 今天都仍是穿著底 所以就 那些真是叫做超弱勢的股份 暫時都仍未算是很受惠 或者仍未是很打得起 國際金融協會 今年就將中國的經濟增長 由之前的5.1% 都削了幾多 差不多跌到現在預計 只有3.5% 所以就 希望靠著這些個別消息 可以幫到市 做好一點 或者至少都守得住近期的平均水平 即現在暫時是靠著2.018點 靠著2.028點 即是說十天線和二十天線的水平 開始是黏在一起 如果你說這裏的水平數叫做守得住的話 或者你說今天的低位 其實是靠著19,800左右的水平的話 未至於真是穿了之前的 存在的區間 譬如就好像說到 之前跟大家提及過 恆指在過去這三個月 有兩個各自達到 1300點的環行區間 之前第一個就是4月底開始 2.2400點開始 這裏是做了第一個頂 然後頂線就拍下去21,100左右的水平 所以這裏就大概111點 這裏是1300點 然後穿了頂線 再走多次技術浪 即走多1300點的話 就剛剛好是19,800左右 其實今天的低位 或者你說5月中打後的低位 都是靠著是19,800左右 所以這個範圍未算是真的叫穿的話 所以希望在這裏做一個底 然後讓大家搏上21,100左右的水平 這一個會是暫時的憧憬 始終你說 本港現在暫時的方網股 都仍然出現業績期 今日來講 阿里也算有業績準備要公佈 市場其實預計 他們今年以3月起計的全年業績 其實基本上應該會叫做 骨骰年盈利 應該下調到下跌 即下跌了四至五成左右 其實那個跌幅 比起他們的頭三季 是叫做多了 可能有機會就意味著 今年第一季 其實他們的表現 有機會是更加之差 所以需要小心一些爆雷的風險 對於科網股來說 其實都仍有 因為這兩個星期的業績 就不算叫全部好對板 所以阿里巴巴看看 可否守得住80元這些位置 守得住的都可以駁它做個三底格局 輕輕向上彈 可能你說起碼彈10元 上90元邊的位置 但如果你說 今日收市80元 或者你說今日等它出現業績之後 80元都未是叫守得住的話 有機會就可能再次多次 近期的52週身底 又是叫做落多10元 嗯 剛才提到一些家電的補貼出來 深圳市發佈了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措施 對消費者買符合條件的手機 電腦等等的產品 按照銷售的價格 就給一個15%的津貼 每人類計大概最高 都是有2000元的補貼 消息傳出來之後 見到部分的家電股也倒升 小米也倒升超過百分之一 但其實今日見到 無論家電還是小米的彈幅 又不算很大 現在升得了1% 其實這個補貼 是不是作用性有限 有些少少在氣氛上都算是有幫助的 雖然你說就彈1%上來 但其實基本上 由低位起計就不止了 如果你說以小米 今日盤中的價格來看的話 基本上他們曾經就落到11.1 但你說上回3毫子樓上 其實都大概捱著2% 就未至於太差 或者真的未至於太少 在股值上 我覺得都算是合理 之前說出完業績的時候都提過 挖著PE大概13倍左右 這些位置算是make sense 如果你說有些政策出來 起碼都可以彈高一點 所以跟它相約有股值比較累近 都是另外一隻家電股 即是說一隻6690 基本上它都是維持在 大概13至14倍這些PE的位置 走勢上 可以自家相對來說比較強一點 但你說整體來說 都是炒一些家電 或者短期的補貼的話 純粹是這兩隻 我覺得分別不是很大 不過我剛才Figgy都提過了 利好的因素上 要看多一段時間才知道成效如何 尤其是 現在暫時市場近日跌得比較多些 或者你說都是窄著在兩萬點的因素 就是內地的封城措施 即是說無論是確診的數字是一萬單 還是說現在幾千單都好 都仍是採取一個盡量清零的策略 所以就未是完全可以解封到的 所以這件事也會影響到消費的氣氛 即使你說有補貼也好 不是一些現金券的話 也未必可以鼓勵到一些人去花多些錢 所以就純粹炒一炒氣氛 你說實質上股值可以向上調高很多 所以機會就不是很大 最多都是升5-6%左右 好 最後和大家看看 內地和本港股市中午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中午收市全線向上上 上證進入指數升20點 報3127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99點 報21242點 護深300升23點 報407點 創業板指數升8點 報2334點 行指方面 今晚中午收報20145點 跌25點 國企指數跌11點 報6887點 市場大市成家有532億 減少了 謝謝Samuel和我們這麼詳盡的分析 和你心目發 有沒有持有以上提報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 今大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直播節目 稍後見